汽车一台接一台停得满满满 甚至挡住了所有通道 还要互相瞧一下车辆才能汇车 这是在台中大圆摆的地下停车场 因为24日放台风架 台中风雨也不算太强 好多人都挤到百货公司里逛街 停车场内也满满排队车辆 不过停车场阻塞的原因 是入口处有路数倒塌 导致许多人无法开车离开 大批车辆从地下一楼排到地下六楼 地下室内也白烟密布 驾驶张画面po在网路上 也引发许多网友讨论 还有其他驾驶分享 自己下午四点半到停车场 五点十分才成功挤出车位 五点半终于看到外面的天空 不过警方还是不断提醒 台风天风强雨大 天气变化多端 一大堆人以为捡到台风架 出门逛街看电影唱KTV 最后塞在车阵 放个台风架比上班上课还要累 东西新闻中部中心综合报导 感谢观看电影响